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 如果迪丽热巴代替任敏出演玉谷瑶,肖战口碑能翻盘吗? 肖战不愧是真顶流,日常出街都能吸引众多粉丝围观,屡上热搜 近日肖战如梦之梦成都站圆满收官,剧组人员选择一家饭店举办庆功宴 本来想敲咪咪的自己举行,没想到庆功宴位置被店家暴露了,吸引大量粉丝聚集在店外 有网友发现,肖战聚餐时坐在他对面的是李沁 此前二人合作过《狼殿下》,剧中还有亲密戏份,如今戏外二人中剧,这是什么梦幻联动 李沁和肖战聚餐也侧面体现,肖战人真的超nice,和合作过的艺人关系很好 肖战粉丝和其他流量粉丝不同,对合作过的女艺人的太超好,一直都是尊重爱护的 但唯独对任敏的感官不太好,这是为什么呢? 任敏因出演《悲伤逆流程》和出道,凭借炸裂的演技,一炮而红 随后参演正午阳光大剧《清平月》,饰演女二号《灰柔公主》,娇若悲凉的《灰柔公主》,融化了很多人的心 任敏还在综艺演员,请就为终一路过关斩将冲进决赛,自此任敏的实力终于被大众所认可 玉古瑶是任敏首次挑战仙侠剧,粉丝本来很是期待,但是定装照出来差强人意,没有仙侠片的飘逸感 这也没有什么,只要演技好,造型都是次要的 但是此前网传不知为何任敏一场吻戏NG八天,晚上还发网易云抱怨 肖战粉丝就有些不满意了,肖战每天7点出宫,晚上10点回酒店,还要排练如梦之梦,形成本就感,任敏还拖累进度 于是发文批评建议,但粉丝总体是希望玉古瑶好的 不少路人看过玉古瑶的预告片都表示二人没有CP感,如果让迪丽热巴代替任敏效果一定会更好 一个是明艳美丽的大美人,一个是温润如玉的大帅哥,二人合作一定非常养眼 肖战和迪丽热巴的拉郎文化一直很热门,在某站和某音上CP粉剪辑的剧情,播放量高达千万 无数粉丝巧手已盼着两位演技和实力并存的演员能合作 热巴是这两年人气最高的女演员之一,主演的电视剧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热巴的争议非常大,有很多人认为热巴演技一般,高文就是天花版了 但是还有人认为热巴演技一直稳步提升长歌行中影,忍坚强的长歌令人感动 热巴有古装仙侠剧的经验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三生三世枕上书中可爱俏皮的凤九仙气十足 如果让热巴主演古灵精怪的朱颜一定更加精彩 两位神颜明星主演的玉古瑶,想想就看点十足 无论是热巴还是任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,为观众奉献更多的好作品 不管和谁合作,肖战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好好诠释角色,回馈观众 今日话题,大家希望肖战和迪丽热巴合作吗? 关注茶茶,带你吃瓜,下期见 本文原创,抄袭转载必究